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指缝大漏财 总觉得钱不够花 这类人的花费大 毕竟没有理财观念 所以说基本属于月光族 天文充克财工 初期财运不稳定 也就是说初期的工作事业不够稳定 一般来说都是觉得工作待遇不够高 或者是容易跳槽转行 天文没有问题 是属于主动跳槽 属于个人原因 而不是外界因素 这是天文充克财工 我们看这个 这个首相本身是在机关单位工作 想辞职开店创业 第一呢 首长的气色慧暗 近期的运势不利 今年呢不易乱动 第二呢 双手啊 我们看这个两只手 双手都是这个天文 富士业线起端有问题 起端起始阶段有问题 都有这个左手有干燃纹 右手有锁链纹 啊 都是 这个初期说明在30岁之前的波折阻外比较多啊 那么天文尾端充克财工 命具里面还是有一些不利求财创业的因素 所以说 等这个初期的波折过了 还是安心工作为好 这是一个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啊 天文折断啊 这个是讲过的 事业必有波折 天文是负事业线嘛 所以说 同时呢 这个太阳线也出现了 这个是帮符文 这个是一种 容易遇到贵人啊 贵人帮助来渡过难关 川自掌啊 川自掌的格局还是比较开阔的 这是之前讲过的首相啊 这个也讲过 手上飞花 就是说 多异性缘啊 感情上有波折 烂桃花比较多 不利情缘犯情伤啊 女人左手呢 是比较明显的啊 这个男友和配偶呢 是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这是 这个感情线末端有飞花啊 同时呢 异性缘异性文出现这种 好了 有关这个首先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航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 手下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